大针木桃树这样嫁接能实现当年嫁接当年结果 教程如下 首先嫁接的最佳时间是在3至4月份之间 这时气候适宜 且桃树内部活性高 容易成活 方便管理 南方可以提前到2月 针木三年以上的较大针木 采取巨针嫁接 在针木平面上修平整表面 皆虽要选择品种优质的一年生枝条 没有病虫害 长势健壮并且花芽饱满的 这样的结碎在嫁接后塌才能更好地愈合 才能有机会当年嫁接当年结果 结碎底端削出一个长斜面 一般都是3至5厘米左右长 背面削0.5至1厘米的短削面 并使下端成楔形 留下2至4个花芽切割结碎 顶牙留在长削面的另一侧 在针木上垂直一刀 深度和结碎削面相差不大 然后用刀往左右两边稍微撬动一下 把针木表皮撬开 将结碎对准皮质中心 长削面对向木质布 插入在针木和木质布之间 并将其露白约0.5厘米除以 便于贴合 每个针木的插入结碎的根数 取决于针木的厚度 粗得多接 细得少接 这个针木可以架接两根结碎 用同样方法把它架接好 针木切面可以用塑料薄膜封石 用橡皮泥或者石辣的也可以 结碎顶端涂上伤口愈合剂 或石辣或橡皮泥 较冷或较热地区 可以套塑料袋或锡泊纸 温和地区可不套 完成嫁接之后 需要间隔7到10天检查一次 及时将针木上的芽点去掉 让养分更集中险 两个月后 结碎上的新烧生长一切良好 有些枝叶已经老熟 郁郁葱葱 其中一根新烧上 还生生出一个桃子 显得格外要远 对于嫁接成活的正常 是两到三个月就可以拆模 当前我国市场上常见的有 水蜜桃 黄桃 油桃 寒桃 寿星桃 碧桃 金秋王桃 白桃 秋桐桃等 今天就分享到这 喜欢就点个赞 我们下期见